给小宝宝养着狗狗,做玩伴当保镖,让孩子不怕孤单,还可以从小培养爱心,简直不要太完美。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? 澳大利亚一万妈妈收留了一只渡冰流量犬。 没想到有一天渡冰犬却袭击17个月大的女儿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本期大可看机闻话题,渡冰犬可恩。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! 住在澳大利亚,凯恩斯的一位妈妈卡尼养的可不是寻常的小可爱宠物狗,而是一只来自救护站的流浪狗,品种属于渡冰,取名可恩。 一开始身边的人都不是很支持卡尼,因为相比起其他宠物狗,渡冰的外形会被很多人认为长得太凶。 再加上可恩在流浪的时候曾经遭受过不少虐打,也挨过不少恶,导致它可能带有攻击性,并不太适合家庭受养。 但是卡尼坚持了自己的想法,因为他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人们的偏见。 把可恩带回家的头四天里一切都很顺利,自己17个月大的女儿已经跟可恩成了好朋友。 小人儿和大狗狗每天都玩得很嗨,大家都把可恩看成家庭的一份子。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,却马上让他陷入了恐慌之中。 这天下午,渡冰犬可恩,这颗女儿在花园里愉快地玩爽。 突然可恩变得很疯狂,他不断朝女儿狂吠,更猛地扑向女儿,把她扑倒在地面。 由于杜可恩的气势很凶,看起来不像是想跟孩子玩,而是在攻击她。 这可把妈妈卡尼吓坏了,好好的狗狗跟疯了一样。 他不仅试图推动自己的女儿,还咬住她的尿布背后,把她当成布瓦瓦一样扛在背上,走了超过一米远。 妈妈卡尼赶紧过去抱起女儿,这时候发现草丛里有一条银色小蛇。 原来可恩并非想攻击小女孩,而是想保护她,把她带领危险的地方。 她一直大声吠,也是希望能赶走草丛里的蛇。 后来卡尼才知道,这条褐色小蛇竟然是位列世界毒蛇前三名之内的综艺奥蛇。 她的毒液能在数分钟内置人于死地,幸好有狗狗即使挺身而出,挡在女儿面前。 跟综艺奥蛇勇敢搏斗,甚至前爪受了伤也没有退缩, 才把她从突如其来的死亡边缘拉了回来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妈妈卡尼能够打破人们对杜冰外形上的成见, 选择和可恩成为一家人,最终也获得了可贵的回报。 可恩把自己得到的温暖和爱化作实际行动,守护着她的家人。 可以说他们遇到彼此都是一种幸运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。